中东的战事持续的升级 黎巴嫩真主党稍早前才对以色列中部的 宾亚米纳式的无人机攻击宣称犯案 这个攻击造成了很多人受伤 也是以它冲突以来遭受无人机攻击当中 最为血腥的一起 黎巴嫩真主党火箭袭击 引发以色列第三大城市海阀 也是全国最大军港之一的所在地 海湾上空警报齐发 爆炸声响不断 真主党发射新火箭 以色列军队在加煞闪电战中 杀死20名哈马斯恐怖分子 真主党并对以色列中部宾亚米纳式 发动大批无人机攻击 四处狂炸死伤惨重 直升机前来提供援助医护人员推着担架 该攻击造成超过60人受伤 这是双方冲突升温以来 真主党对以色列最致命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美国对以色列部署萨德反飞弹系统 帮助以军拦截伊朗飞弹攻击 报复反报复 中东战火无限回圈 联合国以维持和平为宗旨的维和部队 其基地自上周遭以色列连日攻击后 13号再度遭殃 此举引发国际反弹 40国参与维和行动的国家 发表联合声明 严厉谴责以色列的攻击行为 并要求立即停火 以色列总理这样回应外界 态度强硬要求联合国 先从黎巴嫩南部撤军 以军与黎巴嫩 珍珠党巴勒斯坦哈马斯两头作战 联合国担忧恐升级为灾难性地区冲突 华盛顿邮报更揭露 哈马斯密谋重现911炸高楼面 以色列高塔 向伊朗逃5亿美元训练上万战士 为了这些攻击计划 已收集超过1.7万张照片的大型资料库 哈马斯领袖更提到 优信心将以色列连根拔弃 记者综合报道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腻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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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